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迟到了四十秒 给我冲杯咖啡 走 离我有点 再远啊 再远点 再远 以后 这就是安全距离 你不能靠近我超过这个距离 而且我要的是咖啡 没油你就去摆 什么肥 你不要不情不悦 不管你试试 这里 我说了和 懂了吗 我看这个女人的眼神就知道 她不仅仅只是个秘书 您招待杜总办公室身上头还没拿走吗 万一万一杜总知道了 你能成为杜太太的人只能是我 于芳芳为了老公出轨有错吗 对对对 你看 这么多年杜先生只和您联系密切 还还投资您的电视剧 早就把您当杜太太了 是吧 帮我查一下司堂今天的行程 你尽可能地试探她 于秘书 去哪儿啊 我和你一起去啊 杜总 你怎么突然要买猫啊 怎么是嘉飞啊 蓝猫不可爱吗 云洛林呢 哦 买猫的时候被挠到了 去医院打针了 不过 我打探到一个十分有用的信息 听说 她是云家那个很少露面的长孙女 云家为什么会派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难道她身上有什么秘密 云洛林 我要的是咖啡不是嘉飞 你的任务是要气死我吗 反正你也不记得我了 只剩一副空皮呢 从明天起 我就不过来了 你果然是故意的 我就 我就让你继续过来 你怎么这般粗鲁无礼啊 你们杜家 真是家门不信 你们云家就好很多吗 我们杜家骑马 不会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不要走 你到底是谁 好 四堂 我从国外回来了 四堂 我从国外回来了 你这么久不回来找我 果然是变形了 不行 我还是要再去确认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动了 刚才的梦太奇怪了吧 你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在吃什么呢 是生病了吗 你就算拐弯抹角地骂我 我也不会开除你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我们酒先前 就是这么坦荡荡 你是想帮我磨咖啡吗 不用 你注意安全距离 安全距离 这该死的心跳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为什么 让我看一下你的左手 你我斩腕连在一起 今生便不能分开了 你我斩腕连在一起 等会跟我去见个客户 杜总 你怎么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 要不晚一我把苏小姐给叫来 你把苏可原叫来 只会让我更没有心情 要不是我妈喜欢她 是她的粉丝 你觉得我会投她那些烂剧吗 那您确定要与秘书去 这可涉及到机密啊 对 我就是要让这个疯女人 看看我度假发展的有多好 气死她们 就等了 太暴露了 你会泡茶班 等会不要给我丢人 茶酒不分家 我可是行家 你干嘛 没有水我怎么泡 杜总 李总到了 杜总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洛黎 你们认识啊 我来介绍一下啊 余子哥 我新的合作伙伴 刚刚回国的大律师 杜总 请坐 本来说下次见面就要请你吃饭 没想到下次来得这么快 上次是我太唐突了 等会我送你 倒茶 这水是哪里来的 我跟水 杜总 这位是 马上就会滚蛋的实习秘书 司堂 我听五位您说你也在这 正好我也过来见个导演 大家好 我是苏可言 教我可言就好 哎呦喂 这不是苏可言吗 大明星 久不仰久不仰 一会儿很痒 您坐 于秘书技术好娴熟啊 难怪都说 现在的秘书都跟丫鬟似的 什么都得会一点 那也好过什么都不会 空有一副皮呢 我们洛梨大家闺秀 只是待客之道 向来是必修课 苏小姐这种忙于升级奔波的人 想必 也没时间学吧 于秘书 我是不是冒犯到你了 真的惹的英雄们就美了 对 很冒犯 所以 你要道歉吗 这云秘书泡的啥 香滑透 杜总 什么时候换秘书通知一下 不如直接来我这算了 李总这墙爪挖的也太明目张难了 杜总 君子爱财嘛 我送你回去 喂 你还没到下班时间 是还有十分钟才下班的 你上了 我不习惯坐车 而且我已经下班了 我今天要让你加班 老娘不伺候了 喂 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啊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 你也配说这句话 我也是一时激动才会打的你 不要报警 告你人声恭敬 好 而且 我绝对不批你的离职报告 好 你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别扭 我总共就活了一辈子 不需要用这子 如果我说 你有上辈子 而且我们还认识 还是夫妻呢 你这招也太老土了吧 苏可言已经用过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我们那个时候一起酿酒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这过于玄混了吧 喂 等等我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这么能走 我平常出门都靠走的 之前你也很能走的 我们之前一起上山下河 再多久没进 你怎么变得这么弱了 停 不要再说电视剧剧本和小说情景 我信 我都信了 你信我是那个朝代的人 还是信我们曾经是夫妻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前者呢 毕竟你的茶艺和现代炮茶的技术 是有些区别 看来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 古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和我们现在猜测的一样呢 那个时候的瑰丽美妙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不过现在这儿的一切 我们也想象不到 那 那时候的我 和现在有区别吗 看起来是一样的 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 以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上辈子肯定是死于非命 所以才没回去找你 无所谓了 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明天开始我不会去上班了 陆练 陆练 不关有没有前世今生 这一时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爷爷说今天是场私人健保会 我就过来了 没想到也能碰到你 我就是来做公证 既然这么巧 不如等下有个午饭 不是 我是还欠你一顿 听伯父说 你一周前从渡市辞了职 而如果你还想锻炼的话 我倒是也认识几个 余律师 来一下 杜总 保持距离 这是我的座位 不好意思 巧了 杜总 这个健保会余秘书也去 要给您推了吗 你先帮我问问 能不能把我们安排坐在一起 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 你潜不到我公司当我的秘书 这是你身份不光后的第一次见面 倒也不用太尴尬 我不在乎 是你找我做秘书 我也从未隐藏身份 以你并非我所找之人 我早就不想与你有任何瓜葛 怕独脸私人 我从不浪费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的唐代展品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唐三彩贵妇 唐代早期文物 一九五六年出土自扬州 清料发色浓艳 是最能够代表唐代女性的地位 以及审美 唐代就是军刀 刀长六十五点拉厘 通身没有任何换造瑕疵 也具细腻明亮 其完整度国陵的肌肉 唐三彩 三彩桃马 纯马披有墨绿色 绒坦状杖泥 前骨后落 以绿色宝石隔带 形态逼真 造型矫健 此戏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请大家一步宴会厅 吃些东西 请慢 没有一个你看上的吗 大部分平平无奇 还有些是假的 怎么可能 这位收藏家可是很有名的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们没什么见识 老李 午饭约不成了 只能等晚饭了 你 晚上有空吗 嗯 但是 我不能坐车 只能走路 我挺喜欢散步的 那 我宣拍一下 嗯 这个人绿茶的姿态简直就是男版的苏可言 能被他骗到 你也没什么见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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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